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是有至关重要的议息会议 今天已经开始了 然后在周三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想当然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很早就已经是在预告大家 关于加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变化 目前我们看到最新更新的预期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最新更新的预期情况 Countdown to FOMC 这个网站估计这两天登的人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多 有可能服务期会比较慢 大家稍微的去low一下 耐心的等待一下就会出现了 你看这边还是大概率加息75几点 没毛病 然后今年会加息达到425个几点 到450个几点 然后明年前半年是不会加息的 直到7月26号 这边我们看到都不会有任何加息的预期 直到9月20号才开始有任何加息的预期 那就是我认为这段时间市场已经充分的price in 这边即将要加息的这个可能性 包括不仅是这两天加息 还有包括今年年底 已经明年的前半年 甚至到明年年底的这个加息的预期 市场现在都已经走了 但我觉得市场有这个预期是一方面 另外我们还得看市场的一个表现是如何的 我们今天的十年国债利率是冲破了6月份以来的高点 大家也记得6月份的高点当时也是很多大宗商品的高点 也是乌额战争导致大宗商品出现一个高点 也是同时市场的一个低点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利率再一次的稳固突破 然后美元呢似乎也在110附近这里徘徊 想要再往上走一截 那如果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体资产价格来说 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如果国债利率往上走 那这个对估值高的股票 当然就是致命的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美元往上走 这也不用说了 肯定也是会对所有东西 有这么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希望看到这个负面的影响消退 或者说看到这个负面的影响出现一个逆转 而目前来看 我觉得这个负面的影响只能说是有消退 但是并没有逆转 当我们看到哪一天国债利率或是美元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反而估值高的在涨 那这个可能就说明是出现逆转 当我们看到国债利率今天在涨 然后呢也看到SARK在涨 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逻辑的 符合逻辑的 但是我们看到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国债利率是在这个位 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高点 六月中旬 十年的国债利率 这里六月中旬出现了一个高点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SARK跟国债利率的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市场是有其前的一个反应 大家可以把这两张图对比起来 可以看得到基本上是重叠的 基本上 可以说是在整整一年的时间 大半年的时间 是在一个完全重叠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分化了 我们看这个ETI在21年后半年出现之后 基本上就跟着时间国债利率走 直到说我们看到六月份这里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化 六月份的时候国债利率出现了高点 那这边却出现了一个降低的高点 然后后面这一波呢 我们看到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包括这里的八月份的触底 然后再来一波 然后到现在我们看到利率出现新高了 那是否SARK应该补涨呢 完全有可能 是吧 按照我们看到前一年的数据来说 完全有可能 也就意味着说这边高估值的 可能还会有下跌 会不会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要看周三市场的反应 也有可能不跌了 因为我们看到国债利率涨那么高的情况下 SARK却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点 连最近的高点都没有出现 我觉得这里有可能 意味着说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当然这里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是他还可以在补涨 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在补跌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市场 已经price in了这些负面的影响 像这些负面的影响 已经不断的在消退了 那接下来可能迎来的就是 利空出境 那今天我讲那么多 想引出这四个字 利空出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几次加息的过程当中 所以最早的年初的三月份的加息 当时也标志的是一个市场的低点 在这里 当然低点可能很早在二月底就出来了 然后三月十几号的十六号 没记错的话 这边加息只是进行了一个回测而已 对吧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迅速的来了一波 当然后面又再下来了 然后五月份的加息 也是在前面有充分的price in下跌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个反弹 然后迎来的六月份的下跌 以及六月份的加息 然后我们看到到下面这边 八月份好像是没有 七月份是有加息 好像是有加息 我都不太记得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三月份也好 五月份也好 六月份也好 七月份也好 基本上每次加息都标志的说是一个阶段性的小低点 当然后面可能还会有更低的低点出现 对吧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明天我们看到又是一次重要的加息 是否意味着说也是会有一个低点出现 当然目前从单从市场上的表现来看 如果仅看这两根蜡烛来看的话 昨天是收了一根长下瘾 今天这个前天收了一根长下瘾 然后昨天收了一根bullish engulfing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是两个蜡烛或三个蜡烛的这一个反转形态 我们看这个形态 在这里有 在这里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那像这些都属于是短期的底部的形态 当然能不能走出来还得看后期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里大概率出现一个阶段性低点的可能性 正在不断的增加 结合我们刚刚讲的负面影响正在消退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利空出境 当利空消息出来之后 对市场没有任何的负面反应的时候 那市场就是已经跌干净了 该涨 当然能涨多少 那得看市场后面的造化了 那我觉得从情绪上来说 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反抽空间的 我们看到CNN Fairgring Index 这边还是比较的负面 同时我们看到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这边也是在一个相对来说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周期 那我们看经过一轮回调之后 虽然估值还是在相对高位 我觉得还有空间下杀 当然这可能是未来以后的事情了 但在之前能不能反弹一下呢 完全可以 季节性的规律告诉我们9月的中下旬 往往可能会有一个低点 然后进入到10月 进入到11月会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周期 那我觉得这方面多多多多多 各种方面来表现出来看 都可以看得到市场这里 其实是有理由相信最近会出现一个可买的低点 而这个低点很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成为低点 当然我们说过市场要上涨 必须要领头羊 必须要领头的板块 领头的东西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市场目前没有领头的指数 没有 我们只能说中小盘指数算领头吧 因为这边是一个双底的形态 不像这边纳斯达克标普版 道指是往下跌的啊 当然这里可能有个更大的趋势线 当然这个趋势线能不能守住 还得看周三两点两点半以后的表现 但罗素2000 这边明显是看到有一个相对较强的表现 然后包括还有什么日本 欧洲啊 当然我觉得欧洲想要领头太难太难了啊 冬天马上要来了 寒冬马上要来了 可能还有更糟糕的在后面啊 当然这边我觉得就算更 就算糟糕的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想要涨也是很难的 对吧 然后能源类的 我们看到能源类的涨 其实我觉得大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啊 但我觉得能源类的这边先行指标 也慢慢跟油价开始吻合了 也进入到80块钱 美国拜登说的啊 这边马上要开始进行原油储备了 之前原油在高价的时候 释放了大量的国家紧急能源储备 那这边呢也是需要把这个储备给填满 今天川普在很低的时候 应该是二三十块钱的油价的时候 当时是填满了 那现在的话呢 回到一百多啊 把它释放出来 然后呢 现在回到80左右 就把它给满回来 对吧 这是拜登最近说的 那我觉得如果美国在填满这个原油储备的话 这个油价会得到一定支撑 当然也不期待它能涨太多 对吧 包括天然气这边我觉得大顶可能已经出来了 这个如果要再往上冲 还需要更漫长的一个震荡的时间 贵金属的话 也对市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黄金过底了 然后呢 白银这边反而是相对较强 我们看到很多工业金属啊 贵金属里面的白银 白银是有工业属性的 工业金属更多是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对我们看到是有相对的强势 是否这边意味着说 经济再次会有起来起色 然后包括农产品 我们看到也变得强 当然农产品强 对大盘来说没什么看法帮助 不过在这边继续往下探 什么时候出底也不确定 美元还有其他的货币 我们看到除了欧元 还有Switch Fed 这边澳元好像有双底 或底部的其他 其他都是继续再往下杀 所以从非美货币来看的话 这个市场目前想要起稳 也有点难 从板块来看 市场也没有任何的板块 在这一个月 这一周甚至今天挺身而出 所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 不排除市场还会有那么一跌 因为市场明显没有任何 起稳止跌的迹象 虽然这里可能会出现反转 可能会出现反转 那我就需要领头者出来 另外我们就看看 大的市值的公司 大的市值公司 能不能起到一个领头的作用 我们看最近苹果 自身难保 微软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些大市值公司 就是排在前五的 自己都难保 微软这边似乎要破位 苹果这边也找不到任何的支撑 除了150 这个小平台的支撑 当然这边新品的发布 好像没有任何的动能 然后很多股票 我们除了Amazon跟特斯拉以外 基本上很多股票都是比较惨 当然Amazon跟特斯拉 是我们直接说过估值偏高的 但这边又回到 我们刚刚一开始最初讲的 就是估值高的股票 似乎已经跌干净了 至少这一波已经跌干净了 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和Amazon 相对于其他同类型股票 但是估值更低的 要有更强的表现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但是也是可能市场超跌反弹 弹簧绷紧之后 反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自然规律 那我觉得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 还是要尊重市场 另外我们看今天早上 跌幅榜里面的股票 当然可能也是活该跌 福特汽车 今天在跌幅榜里面 让我觉得这个经济 还是不容乐观的 另外我们看涨幅榜里面 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玩意儿 估值的话 这个市值的话 都是偏小的公司 有些生化制造公司 还有一个激光雷达类的 这个可能有特殊的新闻 特殊的股票 但我觉得这些股票 对大盘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拉升的意义的 那我希望看到至少有一个板块 或者说几个板块能轮动起来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这点目前 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担忧的 那周一周二没什么财报 周二盘后有这个ACB 大马股 还有Stitchfix 周三盘前有General Mills 还有物星科技 这边我们看到本周更多财报 是出行消费类的 这都是都通胀 受油价影响比较大的 要小心 尤其是我们看到Costco 还有FedEx 这两只股票是做多人 看涨比较多的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保持 对FedEx的一个看跌 当然Costco我觉得比较特殊 但是在大通胀的前提下 这些股票可能也难以抵挡 这个通胀的压力 通胀带来压力 这是不是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当然这边是跌下去拉回来 再做一个右肩 这个形态虽然不是很标准 但是感觉是要往这边走 再测试一下400500以下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当然这边不是让大家去做空 只是你有做多仓位的话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周当然没有什么财报上的预期 个股方面的异动的话 我们看到周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除了英伟达 今天有一个Kino Speech GTC 2022 Conference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产品 还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OMCL 会议还有Salesforce 跟Vemo 同时周三的话 有些个股事件 这个明天我们再讲 对吧 更重要的还是本周周三的两点钟利率的决议 以及两点半 鲍威尔的直接的暗示 直接的暗示 那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我觉得悬念的话还是要留到明天 那从我刚刚讲的这些 这个一块一块的内容来看 这边似乎市场 还是有可能再往下跌一腿 这位同学说的 每个人都说可能还有最后一跌 现在还是做空的好时机 我觉得现在不是做空的好时机 做空的好时机是在两三周前 我们说冯高做空的时候 而不是现在 而不是现在 我们早就已经在说了 这一波是要做空 然后目标就是要回踩3800 4000 那我们看到4000早就到了 3800这边也进入到这一个区间了 而现在四小时出现超慢 加底背离 日前期别也出现超慢 加底背离 那我觉得这边下跌的空间是有限 所以不要去做空 但如果这里还有一腿下跌的话 我觉得这个底我可能愿意去超 对吧 我可能愿意去超 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做空仓位 我觉得拿一拿也不防 无防 无可厚非 然后等待最后一冲 然后把它给出掉 然后转手做多一些东西 包括这边我们之前说过的好几个东西 我想做多的 TARK我想做多 对吧 还有老布我也想做多 TARK明显看到最近低点在耗出来 包括老布最近低也在慢慢的耗出来 然后还有硬中盖的看涨 我觉得中盖看涨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毕竟这个是三倍的ETF 耗损还是比较大的 但这个我觉得还是想要找机会看涨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同学问到特斯拉 特斯拉我觉得没毛病 最近相对的强势 这个其实是一个绝对的强势 所以新能源在高油价的情况下 尤其特斯拉现在有政府补贴之后不得了 所以我就不要去看空特斯拉了 我觉得特斯拉又得重新去思考 虽然我对它估值依然是保持 这个看空的一个状态 我可以不做多 但是也不做空 因为Delta N我觉得油价高 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影响 所以这些出行消费类的 航空类的都不要去碰它 都不要去碰它 农产品是否早就已经跌到底了 我觉得农产品早就跌到底了 当时这么一腿跌下来 六七月份早就到底了 农产品早就低点已经出来了 谷歌是否破位 我觉得谷歌最近是相对较弱的 已经是破位的 而且是两三天在下面 这个支撑我们看到105 100块钱左右这个位置 105是之前一直没有触犯到的 这边终于破掉 终于破掉 包括有同学问到苹果会加仓 我觉得不可以 我觉得不可以 苹果这个股票其实跟大盘差不多 甚至可能现在比大盘还要弱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做多 整体市场看好整体市场的话 苹果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要看好这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很简单 你就找目前这个板块里面 最强势的是哪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跌的最少的是什么 底部形态最扎实的是什么 生花制药可能会好一点 包括这个TARK也不差 也不差 如果是科技成长类的 我觉得ARKK类的 其实这里之前我们说过冯高做空 那现在我觉得都不要去做空 这些我觉得都是看上去 有扎实底部形态正在形成的 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 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年初到现在 第一次可能我提到这一点 第二次应该是 之前也有一波小反弹 也是抓住了 然后Zoom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介入 Zoom也是一个高估值 从疫情期间高估值炒作到现在 最典范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Zoom也可以进场 这个位置是很好的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向下的空间是有限的 向上空间当然也有限 但我觉得这里有1比2的回报 也就是可能跌10块钱 潜在有2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回报 对吧 10块钱的风险 20块钱的回报 大概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这边 从图形上来看 这里其实下面还是有支撑的 还是有支撑的 当然这个支撑还是可能要再往下一点 那进入到70了 再往下到60也有支撑 60可能就是 这边我们看IPO当时最低点 那这里如果说你 第一口气跌在60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是吧 从哪里来的到哪里 回去 但这样的股票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打开来 眼界打开来 不要想到说跌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 虽然说往下还有10来块钱的空间 但是向上的空间也同样的 可能有两倍的空间 比如说跌15块钱 这里可能向上30块钱的空间 跌10块钱 向上可能有20块钱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Zoom是可以考虑持股 但是我就不买了 因为这种股票 我觉得属于一般的股票 中规中矩的选拨 3M那这种就更差了 更差 你就不要去考虑这些股票 其实通胀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些股票是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 我觉得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回来的 包括3M也不是一个小公司 所以这些股票 我觉得都是保持看空的状态 当然你可以看空不做空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做多 千万不要去做多 Zoom也可以做Core Diagonal 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就是相当于说是做CoverCore 包括Zoom这里你买一些股票 然后卖Core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什么之要 我们先不看老布 我们先看XBI XBI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双底 颈线突破上来 达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一个右肩 左肩 那这边 接下来我期待是有这样的行情 我期待是会有这样的行情 但这个行情可能要到年底 甚至到年末 是明年年初了 氢燃料电池 Plug Power 这些其实都是估值偏高 这些我都是不建议 不建议介入 当然你可以不做空它 但是不要去做多它 从形态上来看 这里似乎也是一个头肩底的 这么一个形态 我觉得这些股票要严格止损 如果说你破了这个25块钱 可能就要出局 不破的话 你看能不能拿到30 32 然后减点仓 然后之后能不能突破 是吧 或突破之后再考虑加仓 当然这些股票 我觉得太拥挤 包括之前涨太多了 高危套牢人太多了 这种已经涨过的股票 没有个一两年的时间 我是不想去碰它 当然这里可能从时间上来看 可能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估值依然是偏高的 新能源 这里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变盘 就是我们看到A股的 中国的新能源概念的 这种风电啊 光伏啊 新能源 汽车 对吧 赛道 驴电这些 都受到美国的这个 所谓这种新能源保护法案 的一个负面影响 当然在美国的这种新能源的公司 我觉得属于是有利多的了 但这个利多又能持续多久呢 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因为我觉得新能源要完全脱钩是太难了 然后对半导体脱钩也非常难 我觉得中美之间要互相这样的限制的话 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这种高端限制的话 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啊 因为中国这个成本啊 人力成本包括这个制造业 这个占比实在是太庞大了 这个是美国已经放弃的 而且一旦放弃就很难回来的 你再怎么补助也没有用 对吧 因为你最后还是竞争不包中国 还是竞争不过中国 特斯拉的看法 保持估值上的看空 但是股价技术上这边是不看空 当然我也不做涨 对吧 也不做涨 这是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 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公开课的支持啊 明天早上 同意时间同意的 我们再来 小软件的东西可以拨打 FIRSTRAIT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游戏发送 ChineseApp FIRSTRAIT.COM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RAIT 横卡185 FIRSTRAIT 横卡185 真正意义的面对上 大家也可以扫码关注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意时间同意点 我们不见不散 You can next time Chill good and stay proud 拜拜